早雨,六堆同名同姓的明星,正爽上榜,他俩不止名字一样,长相也一样,说起名字,每一个人都有。 不过在我们大中国,有着十几亿的人口,名字自然免不了重复。 就算在娱乐圈也有发生类似的情况,接下来,就来看看那些同名同姓的明星吧。 一,正爽一说到正爽,大家想到的一定就是那个,殷楚演了一起来看流星雨,在剧中饰演出雨群的年轻姑娘正爽了。 正爽是当今娱乐圈非常有人气的明星,而且也是高颜值的美女一枚,不过在娱乐圈,还有一位叫正爽的,也是一个美女。 她的年龄相对就比较大了。 但是说起她的作品,大家肯定就不陌生,比如她在央视版的《水浒传》中,饰演的是护三娘。 二,陈一涵大家熟悉的陈一涵,是那个出生于泰安,主演了《单车上路》而出道的陈一涵,并且在电视剧《奋斗》中,也有精彩的演出,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,被内地的观众熟知的。 这个诚意韩则是因为参加了《创造101》而被观众熟知的,她长相甜美,又会唱又会跳,是一个非常湖泊,开朗的先生单艺人。 三,陈红陈红,大家熟悉的就是又是演员,又是导演陈采歌的老婆陈红了。 陈红在年轻的时候,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,而且特别有魅力。 这个陈红,是一个歌手,1968年出生于黑龙江沈哈尔地市,在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中,获得了银瓶奖。 在第五届中,获得了亚军,给观众带来了很多好听的歌曲。 四,陈红陈红,在参加奔跑吧,兄弟,名气大增,也被观众称为是大黑牛,是一个在观众心中,非常喊好老实的明星,也是一个体力男。 陈红出生于上海,是中国内地的主持人,还是NPC,MLGB品牌主女友人,主持过很多热门的节目。 五,宋佳宋佳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,有两个宋佳的明星了,因为娱乐圈,有小宋佳,还有一个大宋佳。 小宋佳是1980年出生于黑龙江,出演过很多作品,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明星了。 大宋佳出生于1962年的山东星岛,主演了《尘埃落定》,并且还获得了第二十届中国电视精英节最人体女演员奖,以及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。 六,圈子说起这个名字,大家可能不太熟悉,但是说起环众哥哥中,非常讨原喜的令妃,相信大家就非常熟悉了。 圈子出生于北京,是国家,以及演员,另一个圈子,也是在娱乐圈的,只不过不是演员,而是一位编剧,他的作品有很多,其中大家熟悉的有近太郎的幸福生活,急诊科医生等等。 这两个圈子,不仅名字一样,而且长相也是一样,两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,很难分辨出来,谁是谁。 你们知道这些同名同姓的明星吗?